台中市积极推动性别平等 今年再次荣获了行政院金星奖优等奖 以及性别平等故事奖的双重肯定 而包含市府各机关委员会的委员 正义性别达三分之一的达成率是百分之百 而市府正用多位的女性局处首长等 这一天市府也举办了性贫宣导活动 来介绍培育女力的性别平等政策 也希望女性可以发挥三大力量 提升自我的价值 优美乐音响起Saxphone乐团演奏 庆祝台中市获得行政院111年度 性贫考核全国第一 除了肯定市府推动的性贫政策 台中市也完成各机关委员会 委员任意性别达三分之一的达成率是百分之百 希望推动这个妇女平权的这个概念 在台中能够达到一个更理想的境界 那我们今年的评比是非常的顺利 在我们民间跟政府的合作 还有我们市府所有团队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们拿到全国最高分优等奖的成绩 那希望这个优等奖拿到的不是结束 而是持续努力的一个开始 肯定女性的经济力影响力参与力 象征女力不断堆高 台中市有八位局处首长为女性 占全体局处首长的26%是六都第一 鼓励女性多多参与社会 除了性贫观念宣导 也举办多元性别友善观影座谈 我想这几年大家都说女力女力 到底女力是什么 就是让女人更有能力 能够发挥她的力量 那这一次呢 我们希望是堆高女力三力启发 那哪三力 第一个当然就参与力 第二个是影响力 第三个就是经济力 那我们都知道参与 我要有机会 我有办法参与 我才能够影响很多事情 那过去我们女人是没有机会参与的 很多事情是被排斥在外的 那所以台中市政府这边 用公务部门的角度来看 就是委员会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那台中市政府这边很棒 他做到百分之百 这是不容易的 师傅表示台中市全国首创女子 专班就业辅导 帮助妇女考取对高级证照 希望为女性开发新的职业类别 发挥更多力量 开创新的可能 记者杨宗环 张伟玲 台中采访不到